全世界都成了中国的敌人 为什么全世界会成为中国的敌人 中国在干什么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 中国人为什么 全世界成了中国的敌人 要问问中国 中国人 中国共产党 这是为什么 中国人在世界上无归不足 干净坏事 渗透美国 偷窃美国 破坏美国 推行共产主义价值观 破坏美国人的生活 所以美国人非常的反感 非常的愤恨中国人 只是美国人不好自己说出来 中国在干什么 中国在全世界渗透 在全世界输出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输出中国人的习的价值观 全世界都知道 中国是什么 中国是一个专制的 结缺的国家 中国的目标是摧毁美国 破坏美国 跟中国人一样 当然 中国是中国人组成的 一样不奇怪 共产党是什么 共产党 共产党跟中国人分开吗 不能分开 共产党干的坏事 都是通过中国人去实现的 中国人在全世界坑蒙拐骗 欺骗全世界 偷弃全世界 破坏全世界 中国人 现在已经是走投无路 不管到全世界任何的国家 都不受欢迎 中国人在全世界干的坏事 美国人 西方人看在眼里 现在全世界在抓投无 不仅美国 几切个案件 涉及到中国投无 涉及到中国人 几切个案件 什么概念 在加拿大 在澳大利亚 在印度 全世界抓投无 全世界会跟进 所有的国家 两百多个国家 都在抓投无 中国可以说是 各街老鼠 人人喊打 中国这个名词 就是一个邪的代名词 中国这个名词 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残口 镇压中国人民 破坏全世界 渗透全世界 夸张全世界的 一个 其他人